啊 突然一道裂缝 拉扯神经 将疼痛怂恿 我的一切变苍白 虽快乐在服从 阿燕 阿燕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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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阿燕回来了 你叫什么呢 你偶尔去触碰 妈 癌癌院的医生说 易阿姨已经可以出院了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赶过来 让易阿姨和你们团聚 谢谢你啊 萧医生 阿燕啊 这样 我跟你妈去看看菜 你们年轻人自个儿聊 好吧 走 那我过去了 走 咱们去看看 走 小萌都跟我说了 你们俩结婚的事 所以我向小萌提议 今天晚上在家里面 给你们举办一个 简单的小型婚礼 你们两个结婚 这么重要的事情 必须要好好庆祝一下 阿燕 我的婚纱好看吗 妈妈帮我选的 好看 你穿什么都好看 而且啊 今天我们家也特别美 行了 甜蜜的话 留着晚上再说吧 我有礼物要送给你妈 祝你们二位 新婚快乐 谢谢 谢谢你 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像我和萧医生那样 甜甜蜜蜜 开开心心 知我者 莫若真姐 真姐 谢谢你 李院长和花姐准备了一桌子好菜 就等着我们呢 不吃凉了 走 吃喜愿去 走吧阿燕 走走 来来来都过来 来 过来走过这儿 看起来好棒啊 小心你的裙子啊 来 为了庆祝小萌和阿燕的新婚之喜 我们干杯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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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我只想对你说 在不同的指头 谢谢你们今天为我和小萌庆祝 说实话 今天能跟小萌结婚 可能有些原因是心事所迫 是为了周家和盛海的未来 但是我想说 小萌 我答应你 等一切都过去之后 我一定会跟你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那时候 你就是最美的新娘 我不要什么婚礼 我只希望今后的日子 你能和我一直在一起 命运就是让人难以捉摸 它让我们在一起 又把我们分开 可是现在 它又仅仅把我们绑在了一起 它让我们赶进了我们壁坎坷 就又更加垃圾了我们 你看看人家怎么说的 你个木头 我 小乔 有些话 不必说 能做到最重要 以我对萧医生的认识 他可是个好孩子 你就等着享福吧 是啊 萧医生是个好人 在疗养院的时候 对我可照顾了 忙前忙后的 出了不少力难 这么说来 我得敬乔真师姐一杯 千万别这么说 我们是朋友 能帮助到你 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情 来 来 来